今天体育专场对吧 我还问导演 我说体育专场为啥 总找着男篮 是让人闹心的 就不能找找女排吗 人家说女排都在训练 没空上综艺 说体育圈都联系了 不训练的就这么几个 说实话说实话 也不怪他们对吧 因为其他对训练是为了奥运会 他们又不用去 不是喷子吧 我真的是热爱篮球的 上高中看火箭 看尧迈多热血啊 现在看周琪在火箭 怎么说呢 就是很厉害 在火箭打了两年 打破了人家 对我们勤劳的刻板印象 第四节垃圾时间打惯了 教练派他第二节上场 他说我没准备好 不知道教练让他上去干啥 打球不还能干啥 让你上去给全球花生拜个年 在火箭 周琪在火箭待了一年多 单场得分就没超过六分 就我上次见到这种 怎么整不过六的 还是骰子 不是你那个分 教练很难不辞退你 你知道吗 打完五场 跟教练说信不信五个二 教练说开了开了 我开始 我说实话 开始看他那个态度 其实很生气 后来其实大家 我教大家一个思路 就你换个思路去看球 就很开心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境界很高 就别人都争来争去的 只有他不争不抢 不喜不悲 球打得大彻大悟的 一场球打起来 一花一世界 一分一篮板 最后最后最后就要说 还是希望大家好好训练 好好打 别来这些破地方 尽管你们不管怎么样 伤我们的心 我们还是会看 但是既然还是少伤我们的心 好吧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